作词 李宗盛 作词 大家好 今天是五十年春节 在这一云复始 万象更新的传统佳节里 祝愿大家新年 新希望 新年 新气象 新年 新陈旧 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 英国 汤恩米波斯语言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们观察 现在的过去形式 可以肯定 汤恩米波斯的这项预言 是正确的 讲到中国人的世界 我们认为 不是中国人 政治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等的事情 而是中国人文化的事情 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 真正能够帮助全世界人类 化解冲突 除静安定 活平 这是全世界 真正需要的 也是国家 正在大力提倡的 因此 我们深信 中国传统文化 会在这个世界 发扬光大 立业全人类 中国老祖宗 古生献献 将世界和平的道理 讲得彻底了 大学里面提出 各五 致志 诚意 振兴 修身 齐甲 智过 平天下 这个体系 由内神 而外亡 这是世界和平的 尽确难度 按照这个四体 来做 一定可以实现 这个美好的梦想 所以 我们常说 中国传统文化 是人类 老祖宗的 智慧 接近 是说于 全世界 全人类的 珍贵文化 遗互 遗产 值得大家 共同来 落实 与 弘扬 传统文化的 弘扬 关键在教育 古神仙贤 甚至有效的 方法 关键 传统文化 教育的 乐视 与效果 我们做过了 几月过 谁也 都很成功 证明了 传统文化 确实能够 端正 使道 人心 促进 社会 安定 活血 在这心底 一年 开端之际 我们这些 曾经一起 弘扬传统文化 教育的 老师 同学们 重聚在一起 这是一次 稀有难逢的 因缘 希望大家 再度 吸收 获足 共同为 真心 传统文化 教育 利益 社会 国家 而努力 我们也 希望 所有 弘扬 传统文化 弘扬 故学 汉学的 知识 人人 能够 团结起来 凝聚 大家的力量 共同为传统文化的 沉船 与发扬 做出 非常有意义的 贡献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祝我莫作 顺顺平安 众善奉心 年年如意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